台東縣議會在農曆七月 特別在議會前廣場社道坛 舉辦了中原普渡祈福法會 由議長吳秀華擔任主席官 副議長林中翰還有多位的議員 議會的秘書長 還有一級主管單位同仁都虔誠祭拜 祈求議事順利同仁平安 進入民俗月 為了祈求議事順利 議會員工平安 台東縣議會九號下午特別舉辦祈福法會 由議長吳秀華擔任主席官 副議長林從翰及多位議員 議會秘書長吳慶榮率 一級主管及單位同仁 前程祭拜祈求議事順利同仁平安 台東縣議會的中原普渡祈福法會 自民國88年議會大樓簽到縣址之後 就開始在每年民俗月舉辦 祈求議事順利献民安康 雖然法會後的平安宴 今年因為疫情取消 不過縣議會表示 希望藉由祈福法會的舉辦 能夠忽悠台灣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記者潘俊瑋 台東市報導